第二节了 好 回来 刚才说我们如何研究这件事 因为好像在BBC这段视频里面 其实也访问了一个专家 他不认同 即是不相信这件事 他觉得你所有患状就 就是好像你贫死了 可能你的脑脑缺氧 又会分给一些激素出来 令你有这些患状 当你搞醒了 在这个脑本身就快死 和你搞醒 中间有一段时间 又是比较混乱的 那位专家就说 你所有见到的患状 都在这两个时段走出来 可能醒了之后 将它合情回来 变成所谓的 Lear death experience 但我刚才提到的女士 这个案件是很特别的 因为很多证人知道 脑脑没有了反应之下 才能看到那些影像 这个就不同了 变成好像比较确实 第一个就是 我们通常都叫 个案的人都知道 读过社会科学 或科学训练 更久的人 通常就是个案 通常很难完全科学 因为个案通常就是特殊性的意思 特殊性的东西很难推论 普遍科学原则 这个是 譬如这个人 但个案有个好处就是 开启他们的眼光 令他们留意 某些平时留意不到的东西 很简单 他说到手术进行途中 某些工具运用 突然间某些特殊医学用品的形态 其实是很难质疑的 通常就说 这样撞中不行 很小的机会 坦白说 另外就是 其他方法行不行 好了 一般主要来说 有些科学家 特别是死眼派 或者是学科界线 有时坦白说 未必是这样 有时可能因为搵食原因 你是代表那个部门 你不能胡说 就像政治差不多 在某个角色里 在某个角色里面 是说不到真话的 我坏都是这样的 很简单 你做哪个部门的部门 你自己本身 要保护自己的学科范畴的话 有时 要逼于无奈 只能够说一些认可的话 好了 通常来说 就是 脑的生化反应 或者是 你的脑还没生完 引致你的超能 就是 超感官的接收 上次说过 这个就是 Depth Experience 还有一个OBE 就是离体经验 在同一段时间 他没有说你是离体的 也没有说你是 你的感官 如何绝对脱离 但是他说了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就是说了 可不可能 就是由于你的脑 受了某些刺激 某些限制 反而引导你 产生一种 超越你原先能够 感官的能力的东西 很简单 就是会不会突然说 一些 我们说这些 心理有病的人 他听的视线 听不听的声音 是比我们平时放大 几十倍的 会不会这个有影响呢 会不会突然间 我们按住他的脑 但脑不是按就按的 会不会有些部分 就是科学未界定的部分 是会弱的 我们不知道 我们经常说 肯定冰冷了 已经冷冻了 脑不会动 你认为 我们科学呢 很多未能够准确 叫做什么 勾画 和能够 已经是可界定的部分 科学界划 可界定部分 别人会怀疑 可能是六七十百分钟 在宇宙来说 就是不能界定 什么叫不能界定 就是我们经常说 什么子物子 核子 原子 我们已有的 term 和未有的 term 比较 远远是太懸殊 好了 后来 好像在这位医生 这位医生 这位专家 他就解释 很奇怪 用quantum physics 来解释 我就听不懂 他说什么 不过你知道 什么子物子 其实是有人这样说的 是的 其实我是听台长 某个节目说的 他在说 我们未界定的世界 和我们以界定的世界 估计可能是二十到八十 什么二十到八十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以界定的 term 和我们未界定的东西 或者未能够知道的世界 可能是 其实已经觉得很弄团 二十八十 我想不止 最简单的 我问你 譬如你不要说很复杂 就是说语言定位 你定义一样东西 喂 原来你不用那样东西 就不能定义 你不发现那样东西 就是指称 就是叫你 语言之外 就指称不了 我问你这个位置叫什么 这个位置 手臂和其中一部分 是不是 就是说 如果你不用这个位置 你不会研究 你不会发觉这个东西 你不会给他名字 你不会给他名字 我简单 我问你 那你说 冷冻了脑子不动 你不动是够什么单位 说他不动 他说是透过心电 不是 那个脑电波 都停了 脑电波 其实就是我们以知的界线 以知范畴就知道他不动 但不知范畴就不知道 我问你以前没有这个 电子显微镜 没有纳米科技 我们以为纳米是不存在的 因为纳米世界没有定义 观察不到 但是没有 我怎么知道 你看过所谓的 有没有一个医医枝 会不会有一个微医医枝 你怎么知道 是吧 那些是科学的解释 好了 但在现行科技 他以为停了 实际就停了 其实很多的科学家都傾向 其实现在科技 不能够完全证明他 真的停了 是吧 可能就是他的微活动 已经有能力 可以探测在外面了 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 这样 我说了 只要在乌劑 follows 搜尋一下 挺有趣的,这个故事就是说The Myth of Error ER也不知道怎么读 这位人兄就是一个士兵 他在战场,有人以为他死了,等一边 过了一星期后就起身,可能假死之类 是那十天,他站起身,这十天,他将他的经验说出来 其实是挺有趣的 这个说一点,很多人说耶稣都可能是这样 其实是未死的 耶稣他说是復活的 有些人说那次不是死,那次是贫死,别人以为死了 但是过了一阵之后,他所谓的三日后升天 其实出来都是这样的,有些相关的东西 这个有趣是这样的,因为他的故事挺有趣的 这位人兄死了之后,他去到一个地方 看到有四个洞,有两个转入地底 就是去地下,一两个是上天 在这四个洞之前,有些法官之类坐在那里 所有人死了的人都在他面前经过 他就说你就下去,或者你就上去 那些好人就上天,坏人就下地下 然后他不断地在这个地方走来走去 他见到一些例如很光的光 然后他去到一个地方,他见到一些人都站在那里 有些人就给一些抽签那班人,那班名运 那些签是为什麽呢? 就用来看他下一世去哪里 他发觉那些人其中第一个抽签 抽了个签,那些人本身是由天上走来的 他就要准备投胎了 那他抽了签,就立即选择做了一个叫做Dictatorship 即是一个叫什麽? 那些独裁者 那他去做Dictatorship,就要杀很多人了 还有到最后,就要吃回自己的子女 那他人在那里发觉,其实很多时候 天上来的好人,投胎都会变成坏人 而地下走上来的坏人,很多时候投胎就变成好人 而人很多时候就变成动物 动物有时候投胎就变成人 因为人就继续向前走 他去了Plain of Oblivion 即是什么都没有 接着那里有一条河,叫River of Forgetfulness 即是奈河桥 每一个准备投胎的人都要在里面喝水 喝水的数量是不同的 不然之后就会忘记所有的东西 然后就躺在地下 接着就会有人帮他们 扔他们出去投胎 这个故事很有趣 为什麽和我们中国那些那麽相似 第一个就是 相似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可能是互相抄 认知结构或者思维结构类似的 于是我们想像这些故事都差不多 这个一点都不出奇 但刚才这个故事 我觉得这个不是贫死经验 这是传说中的死而复生经验 是不是?第一样 但当然了 后面再说 Pato 先说Pato Pato是不可信的 Pato引用的故事是不可信的 我告诉大家 这个很重要 因为Pato寫书有很多指向一件事 指向他自己的学术 刚才你说的 是否Republic 是的 其实他是Republic后面有些伦理观 亦是国家理论 或者是政治理论的观念 他可能说善恶 和国家体制相关的 就是Pato引用 什么金属的 有些人是属于金 有些人是属于银的人 接着他说 那些孩子应该怎样教 那些呢 有很多故事 但是话听过的故事 通常是有意思的 是导人向善 或者是勸人摆在他的理论 那些就有少少懷疑 但是这个 所以就 我一瞬间 这个故事 绝对是有背后的伦理 就是好云是会升天 又患下的 就是这样的 还有巴拉图的人 我整个怀疑都是文学家的取向 就是有些故事包装完之后 都吹了水 这个故事是可信的 不是可信的 但历史上出现过 至少记载上都说的 好了 但不讲这个故事 其实你讲完之后 我想弹起了 我两三个星期前的节目 我看了一个叫做 威斯登堡 是吧 我讲过 叫做灵界大冒险的人 是 灵界大冒险 我说这个叫做 Swittenberg 是吧 就是康德之前的一个人 他说自己 常常躲在房间 不动的 他说突然睡觉了之后 去了灵界大冒险 他说看到很多灵界里面 很多的异象 很多人和他聊天 之类之类的 其实那个是一个 更加值得看的一本书 或者一些经验 我看过 我不是看一首著作的 我看一些人 转述他的故事 有多有趣的 这个叫做配对 这个不算是贫死经验 这个是死亡復生 另外就是 威斯登堡 其实是说的 就是一个人 经常自清了 他从几岁之后 就一睡着 就可以透过某个控制 去到灵界 同样指向一样 似乎两个讲到死后一个世界 这个死后一个世界 其实是开发我们很多空间 那我就再说 好了 另一个故事 我想起就是 大家都知道陶杰 陶杰就是他在90年代 是一个家中意外 没错 一次大家中意外 我听过他说 他说不愿多提 但他自己提过 其实他见过人救他自己 这个叫做离体经验 我想他那时候快死了 我记得他说 他昏迷了很久 他昏迷期间 见到他的家人 因为那些家人当时 为了照顾他 搬在附近的酒店住 他见到那些家人 围在一起谈他的病情 是的 那些其实都是有些叫做印证 隐属 陶杰都叫做不大不细的名人 在香港 算是很大的 那我再说回 其实那些个案 收集都很多 其实我先说回 我第一次听过这个经验 差不多的 我有个学生 他是 我在教课程 前后的一个学生 他说 阿sir 我想问你一件事 你信不信是灵魂 我说 视乎你怎样定义灵魂 我懒惊的 就是懒学术的 然后他说 我想有些东西问你 但那时候我说 我问他说 说多久 都很久 我决定就是拿糖 然后喝酒 有时说 他说他在西贡 有一个出名的弯 他说 他说的就是 傅星撞车的弯 我不知道是谁 总之他说 就是等于那个弯 他说 他试过撞车 撞了之后 其实是昏迷的 其实当时很危险 旁边的人 但是他说 整个从撞车开始计 自己怎样被人救 全部自己是第一身看得到的 他也很典型地说 其实他说 就是医生急救 找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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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过程里面 他说 第一、二、校的时候 他直接有把声嘆说 你决定没有 你决定没有 他当时在猶疑之中 就被人 被人踢一踢 对 没错 被人踢一踢 接着 到下一次 再有意识 就已经是 睡在医院 有很多人看着自己 这个就是 我第一身 听回来的个案 那时候 我没有听过陶杰的个案 我教的时候 后来他说完 他说我听过 陶杰差不多 我听过陶杰说 后来才发现自己 原来不是唯一 他就问 你怎么看 我记住这个案 我没有留言 因为其实不能留言 如果我们相信 假如你完全停下心跳 任何生命迹象都没有 站在一个身体的立场 你应该是完全想不到 的人 完全停止了 但如果停止了 以后仍然有这些影像 就证明你 除了你的身体之外 还有一些东西 是 这个就是 好了 上一节说 如何研究 开始研究 当你发现 不是一个人说 很多人同时 说很多类似的东西 就开始会有人跟着 其实刚才有一些 共同原则 原来第一个 典型的个案 就是见到自己 个个都觉得 突然间 为什么我见到自己 是吧 第二个通常就是 看到自己之后 通常会见到一些光 那些光 可能是呈现一个 圆筒形 就是隧道形态的光 通常那些光 就会 未必见到人 有时见到人 有时见到自己 一些过了世的先人 有时见到一些 神神佛佛 就是他信一些 宗教信仰平衡的东西 通常就是 有个人 或者有把声 就叫他走到 那个隧道 那些光的隧道里面 第三方面就是 也都类似的 就是 在隧道过程里面 他脑子很快 急速回顾自己一生 类似这样的东西 类似这样的东西 第四方面就是 其实他不知道 过了多久 过了都是这样的 但是那个历程里面 过了多久 完全无法记起时间 好了 刚才那几个 就有典型 通常就是 通常就是 负责招呼他 那些声音 通常是来问的 怎么样 决定了没有 走不走 还有他一般的形容 那个状况 就很舒服的 不愿意离开 很多人 通常 那些人 决定回头 通常都是 有小朋友 要照顾 有些事情 未完成 有些心愿未了 才回头 不愿意离开 同一时间 就是大量研究 都是这样 Wayman Moody 也是研究了这些 好了 那为什么呢 那就是 那怎么研究呢 那当然收集过案 就问一下 是不是很多人 都类似这样的 典型的元素 或者典型的情节 另外就是 还有一个 那怎么证明 他们见到的东西是客观的呢 这个就是 刚才我说过 那怎么研究呢 原来就是有些人 比较容易遇到 或者是心脏停动 或者突然间 所谓的假死现象 这个要隔定 那为什么呢 那些医生真的很好 很细心 如何研究呢 第一就是知道 那些人是磅重的 磅重就是 看看靈活多重 哦 差多少克 那为什么呢 在床上的设计 就是 有一个很 即是叫做很先进的绑 一定是很轻微 都能移动的 是不是 那看看究竟呢 以及踏到很多线 因为有些人 是经常是 那种状况 是否突然间 心脏停了 这样 某些病 他戒定了 那做了几个研究 第一就是 他的身份 隔了很多电线 就证明他的脑 没有停止 他的身份 第二就是 有个绑 第三就是 在他枕头后面 因为那些人 通常起不了身 枕头后面 是画一些符号 是画一些符号 是只能够 什么角度 才能看到那些符号 完整的 就是飘上高 很少看得到的 一定是飘上去 那后面有东西 正常来说 你睡着了之后 突然清醒也好 你这样看 怎样看不到后面 好了 这次就开始研究 然后就证明 是否真的 他有这样的尼体 或者是死后经验 看到自己的真实性 这个研究一半半 原来发现 都不少人 又真的 看得到的 看得到你后面 画了些什么 所以 似乎 透过这样的个人 指向一件事 会不会是真的 是吧 说真的 这些经验 真的很多 因为 我们也看回 维基 也有一幅画 是1492年画的 很明显 就说 人死了之后 就在一个很光的通道 走这样 这些经验 多得不得了 就像你刚才说 那些实验都做过 我想应该是真的吧 嗯 嗯 但是有新发意见 有新发意见 一般 但是现在的主流科学 或者在 比较正宗的科学文献上 如何解释呢 或者另外一些人 如何解释呢 其实主要有几个方面 科学解释 第一个仍然是说 主流的 是说 他之所以 是听到 或者看到 这些情况 似乎是一个特殊过程 特殊过程就是 由于心停顿 你脑停顿 有些心化反应 而那些心化反应 是触动你 某些神秘的机制 这个神秘当然 不是科学用词啦 是触动你某些 是感官的接收能力 就是科学用词 令到 你能够扩大了 你的接收能力 这个是最正经的科学方法 但他又不会解释很仔细的 因为他说 因为为什么呢 他不会那么蠢 就是 因为科学很聪明的 他只能够 这样提供解释 是不是 有些事情 他解释不到 科学更加好的就是 愿意 存意 就可以了 是不是 这个也是 第二件事 其实我也提过的 第二个 比较好的解释是什么呢 就是 但是 在说我们对脑的认知 其实不太妥 我们一般 我觉得脑是一个 决策的机关 是一个分析的机关 或者叫做组织 或者叫做器官 其实 在透过 贫死经验 那个历程 刚才那样的现象 很多人会质疑 就是 脑其实不是一个 是决策 行动 分析的组织 或者叫做器官 而只不过是 接收讯息的器官 所以脑停顿 不等于 是它不能够接收 它没有动的 意思是很复杂的 那什么是没有动的 那它懷疑就是 其实有一个 大的宇宙的 心灵 或者大的宇宙的脑 而我们的脑 只不过是 接收那方面 传来的讯息而已 那接收讯息的能力 是不会随便删到的 这个是第二个主流解释 这个已经开始窄边的了 是窄边的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不是很科学的 是吧 因为它说了太多神秘的东西 你收讯息而已 收讯息跟你看到 你的枕头下面有什么 有什么关系 有意思 为什么呢 很简单的 因为其实不是透过你去看 你收回来 那谁看呢 问题就是 大电脑 大宇宙灵魂 宇宙灵魂 我提过一个这样的心理实验 当然我说过 我很多提的实验 都不是很正宗科学的实验 为什么呢 正宗科学很麻烦 很多的制限 有一个实验是这样的 有心理学做过的 透过现在的尖端电脑 百分之几秒 千分之几秒 可以研究到的 就叫一些人看照片 看看脑的反应 就是一个现象 很精神被人引用的 原来发现 幅相没打出来 你的脑子有反应 就是幅相是恐怖的 你还没看到幅相 幅相 幅相真正没打出来 你的脑子有恐怖反应 这个间接证明 就是脑子不是看好 才有反应 是同一时间接收 那个影响是很大的 这是第二个理论 第三个就是 我近年才明白的理论 就是关于外星人 外星人也有关系 有啊 你过身有关系 为什么无端的 外星人呢 其实是很简单的 就是我们DNA里面 脑里面 被封印的能力很多 是刻意被外星人 改造过程里面 叫大理论 就是什么叫改造理论 就是听到我们的创造者 我觉得他们做得差 就是重复我们得差 就是我们有些A方 也不一定 但是他挺肯定的 可能会不会就是 我们复制他 某些能力的时候 他们都封了 其实这个我们很容易想像 有些电脑 有些用品 我们是用不到的 其实可能有 就是加密 就是要解锁 外国iPhone 要解锁才打 是啊 有些功能在 有些设定在 不过是加密 是不是 我每次讲过的例子 我上几星期没谈过 我说 如果假设你买3Mac的 你买3Mac的 即是宽频上网 我知道 你没有讲过 但是我经验过 因为有些电脑上跟我讲 其实你几个Mac都可以的 是公司限制的 是啊 他不是在他的中央做的 是在那个机器里面做的 令到你动不了的 是的 我说一样而已 你的脑子在的 你的信息在的 不过是加密 你动不了的 好了 我怀疑就是 其实呢 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 本身是可以 超越我们肉体的能力 接收的 是吧 但是问题呢 由于我们有 一些工程的 即是叫基因工程 我们的开发者 我们的创造者 加密 Youtiful 我们是做不到的 反而我刚才讲过 上节我说 会不会死亡 其中一个制呢 或者心脏停顿 脑停顿 某个是一个制 按一按就可以了 就是我上一节 那些代价太大了 不是 我第一次说 我的施工 嗯 但是我的施工 不是唯一这样的 原来呢 美国很多的 一些叫做 供应的通灵者 或者叫做 特殊良力者 就是政府 只是给了个名字 你的名字叫Syquid 拿人工的 他的政府上高 拿钱的职銜叫Syquid 或者叫做 可能是 Mind Consultant 但是很明显 听不明白 什么是Mind Consultant 不说什么 可能是Syquid 或者是Mind Consultant 突然间 拿人工的时候 你的职銜就是这个 正如你有一部电影 叫做 鬼善人 鬼善人 也是真人真事 改编 他也有个 警察 叫做 Consultant 但是他不知道 给了什么名字 因为不批 给错名字 或者无端要一个 灵界的善人 可能叫做 偵緝的顾问 很多这样的 但是我的师公 是叫做Syquid 他的名字 他令那些朋友 叫做Mind Consultant 你想想 没办法 不如无论 他真的在做这些 想想 其实那些人 原来突然间 因为死不去 突然间 拥有这样的能力的人 是很多的 所以我常常怀疑 死亡是一个制 还有我常常说 鬼魂 我将刚才的理论 延伸一点 大家都明白 其实鬼魂不是 是你的制 按了之后 你正式离开 所以我们肉体也可以生存 我们原始的原体 应该是没有肉体的 肉体好像 我用一个比喻 肉体其实等于 蛹 或者简 你明白我这样 蛹和简 就是蝴蝶 其实我里面 有很厉害的蜕变 差不多 我们会飘来 简 或者蛹 然后才是成虫 灵魂才是成虫 这个比较 但是要靠死亡 比较 成本高 因为你死了 不能回来 这个就是旧概念 就是我们一般 凡人的概念 我师公 跟我师父说的 是 真正试过 凭死经验 或者突然间死了 回头的人 是很化的 好了 所以我们最后一节 或者最后一节 最后一部分 可以这样说 我说当有没有也好 有没有就是灵魂也好 是否真的启动我们的超能力 或者叫潜藏能力机制也好 就是很多的人文学科研究 凭死经验 包括我自己 都有这样的东西 究竟我当不好的研究 后面是否真的有灵魂 也没有死后世界 不说 这些经验 对人生有什么正面积极意义 这个重点 有啊 因为我BBC document也说了 有一个人之前不断挣钱 不断挂着挣钱 而他不太在意 那些钱怎么来的 他只要多的钱就可以了 他经过一经验之后 整个人完全改变了 这个很简单 如果你经历这样的贫死经历 是令到你觉得生命更加有质感 更加不会轻易埋怨 更加希望在紧有生命里面 做更加多事情 复制生命更加多色彩意义的话 那这个就赚了 我们已经不用研究后面 是否真的有灵魂 因为很简单 很简单的 在我们形形的肉体 驱惑的一刻 我们里面 尽量运用我们的感官 去体验世界 我经常说 可能可能明言 你当今天是最后一天 看到世界 当今天是最后一天 听到世界 那你看的东西 和听的东西已经不一样 你发现的色彩 比以前更丰富 因为以前没有留意过 因为可能可能是这样 他会有盲牛龙 所以他觉得 如果每一次 正常人 每一天都觉得 那天是最后一天 你生命都不一样 我想这个是 憑死经验 就是一个聚绩的意义 不过我想起一件事 你先说 关于我们背后的一个大电脑 可能解释了这个 最后一个故事 就是说了一位女士 她天生 第一天出生已经盲 有一天 涉及一个家通事故 她就看到自己 她是盲的 但看到自己 但看到自己 躺在这里 然后很多人跟她抢救 最初是很害怕的 因为她从来没有见过东西 但是她慢慢慢慢 就知道原来那天 躺在地上是自己 各样东西 一个盲的人 眼睛不行的 哪有可能看到的东西 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 不知道有人给她一些讯息 给她一些映像 那个映像 就是你背后的大电脑 是啊 这个就是 我在说 我有没有叫做大电脑 或叫做集体心灵 或叫做宇宙魂 这些概念就很不清楚 因为我们不问 很准确描述那个东西 是什么 但我会带这样的 我相信这件事 有时候我们叫做心灵感应 突然间对一些触角 突然间我弹出来的画面 那些 我觉得不是来自我自己 就是我近年越来越多 就是发现就是 好像不太关我事 但是 正如好像有些冥冥中 有些信息 有些东西出现 有些事情 包括 譬如 你最简单说 譬如你做什么节目 譬如我今天 或者之前这样 我可能是 你问我之前那天 我今天都不是做这件事 但是那天突然出现某些东西 你就想这件事 那个鬼迹就不一样 人生鬼迹 好了 所以引起最尾 当结论 我觉得就是 如果贫死经验 在人文学科 或者叫做 我们的一些 学说里面 其实最主要的价值 就不是说 后面是否好像 预视了 或者叫做 隐含了 或者叫做 好像证明了灵魂 来世 其实不是 很简单就是 其实呢 他只是说一件事 是你会死的 记住你 是会死的 你想想 就是上次死不去你 好彩 不是大家都那么好彩 就是有第二次机会 是不是 就是再重新 获得欲启的机会 那你就 叫做 用心 还有会不会有些事情 就是你自己之前做得不好 所以他经常说 就是你决不决定回去 那句话 我就可以变成自己的心灵 说的 是不是 你会不会不甘心 还有没有些事情 还没做 那些其实就是 我们要警醒的地方 就不是说 啊 就好咯 反过来 要消极地说 就是我死了 不要紧 我下世咯 那又不好啊 为什么呢 很负面的 很简单的 这世事做得不好 不要紧 因为我自杀 下一世就来过 刚才的问题 我们没有回答过 自杀 我可不可以有下一世呢 自杀 会不会有另一样东西呢 是不是 其实我不知道 我暂时没有看我自杀的人 有没有负死经验 就是有些死不去的 救生的 有些人确实是自杀 几次都吃不去的 嗯 但是譬如说 我们说 负死经验 好在 到现在很多研究来说 都是正面的 不会负面的 是呀 负死不去是不要紧的 有未来世界的 有来世的 我这次做得更差 也没所谓 下次再来过 但是这个后面更复杂 但是说 我想跟正面看 这个其实 很多人 似乎暗示了 有另一个 就是我们眼前 解释不到的世界 或者运作模式 但是 到目前为止 很多研究 告诉我 凭死现象 或者那些经验 告诉我们 要珍惜 这个很正面 这个十分 跟我们的文化 冲突得很厉害 因为假如有下一世 所谓有天堂地狱的话 天堂地狱大部分的文化 都大概讲类似的东西 就是很多人上天堂 玩乐地狱 你要上天堂 你要做的事 就不是不断赚钱 不断炒楼 买公司 就不是的 反而做得多 就可能令你落地狱 当然是 后面牵涉在文化背景 但是我想 结论一句 值得再深思 而且是东方研究 比较少 东方这方面的 贫死经济研究不多 印度那些就坏了 印度是有个案 但是指向轮回 我又不是完全 等同的两样东西 就是灵魂 轮回那些 又不是完全等同的 因为就算证明了 有贫死经验 有隧道 或者有人接你也好 是不等于前世的 就是有少点距离的 不过有些人说 很快就以为等于 不等于的 后面有些叫关键位 我此时有机会 再讲轮回 轮回 轮回又是另一样东西 好吗 次差不多 多谢各位 好 OK 好